连盛文参选台北市长的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朗 但现在却爆出参与了汤师傅TDR的金钱游戏 蓝营的高层担忧传出要连盛文搬出地宝 远离权贵世家的形象 不过鼎心卫家的检调笔录怎么会外流呢 到底是有人泄密还是政治斗争 现在检调也有自清的压力 台北市长选不选还在观望 但选前爆料已经接二连三 既圈购顶新TDR的争议爆发之后 又有人建议国民党热门人选连盛文翻出地宝 就怕金钱世家的形象打坏选民的印象 这本能为人民做事 这些要一个人的居住 应该没有关联 我不认为应该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国民党的宫廷内斗 一直以来都是最险恶 也会绝不手软 阴谋论浮上台面 也难怪兰律都有质疑 就因为检调笔录竟然成了报导内容 笔录如何流出自然起人疑斗 他没有相关的责任 但是只是说他跟永峰 正在跟他之间的关系 而且金额非常小 只有两万块 合法退佣 当事人自认经得起考验 但笔录外流 有没有违法泄密 检调也应该追查到底 没问题 给他 当事人自认真是